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佛说投胎的真相 父母子女的四种缘分 子女投胎不是随随便便的 子女投胎绝非偶然 我们到人间来投胎找这个父母 这都是缘分 你为什么找这一对夫妻做父母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 佛在经上给我们解释 父母跟子女有缘 如果没有缘 当面也看不见 也找不到什么缘 佛给我们讲四种缘才能投胎 第一种报恩 过去生中父母跟孩子有缘 父母对孩子有恩惠 孩子遇到了很欢喜 他来报恩的 来报恩的小孩好 很省心 孝子贤孙 他就聪明 就乖 就听话 你要是懂这个道理 我们对人要广结善缘 要广结恩惠 报恩的人才多 第二种抱怨 过去生中你们是冤家对头 孩子到你家来 来抱怨的 来报仇的 这个麻烦大了 这个小孩将来是败家子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 来抱怨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好的小孩少 坏的小孩多 什么原因 你对人是不失恩德多 还是自私自利 想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多 道理就在此地 第三种是讨债 父母欠孩子的钱 但是不欠他的命 他也不会你命 你所赚的钱就得还给他 讨债鬼 欠的少的 小孩养了三 四岁死了 为什么 你花了那么多钱 就那么多 他讨完就走了 他跟你没什么感情 不管你怎么喜欢他 他对你没感情 如果是欠的多的 他可能要讨到一 二十岁 工到大学毕业 拿到博士学位走了 这是讨的多的 第四种就还债 孩子欠父母的 所以他对父母物质生活 会照顾很好 也要看欠多少 欠的多的 那他多还 对父母物质照顾很优厚 如果欠的少的 对父母生活 勉强供应就可以了 不会给你多余的 如何转变缘分 学佛之后 这一家怎么办 佛告诉我们 把这些孽缘 转变成法源 教 父母要好好地教孩子 教伦理 教道德 教因果 把过去这个冤寨 都给他化解 变成法源 因为没有定法 法无定法 就看你会不会转变 从前佛法 还没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咱们中国老祖宗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所以老祖宗重视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就是转变这个源 所以源不是不能变的 能变 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 你对他就不识大恩大德了 为什么 他本来是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的 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 教他变成贤人 变成圣人 变成佛菩萨 这个恩德多大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崇恩 下救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果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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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